持守菩萨戒,发心行菩萨道,希望能够自立,能够理他 戒,亦为清凉,因三叶烦恼如火刺燃,焚烧身心,戒能熄灭烦恼,得清凉,又名别解脱,亦即持守戒律,能个别解脱烦恼 而修行菩萨戒,必须发大圣心去修行,是要去广度世间众生 有发心要求菩萨戒的人来这里,菩萨戒为余,跟我们做菩萨的条件,要如何来进入佛的佳佛,来学佛 所以就像菩萨戒当中,应该在佛的福报和地区,是比较有更積極,更容易成就 要动员后生死,很好,一个祖恩 所以菩萨戒呢,我们也希望说,如果我们有发心,还是要学,要修菩萨戒的人来参加佛名 所以这个,我们在佛的菩萨戒呢,现在我们的法复发,在我们台湾来说,非常普遍来说 但是对菩萨戒,要认识是没有用意,所以有因年呢,我们修行正一节也很好 正一节呢,因为我们修改来说,时间低,所以希望说,我们有这厨的进步 所以呢,在当中复起来,对我们来说,是很好的这种成就,一个建设性 所以希望,我们有心有心,要修菩萨戒的人来报名和参加 所谓三规五界得人生,十善八灾圣天报,受菩萨戒者得于佛果 都说明修持菩萨戒,必须要有发心广度众生的慈悲 而台中持民事,也将于11月31号到11月2号办理在家菩萨戒会 欢迎十方深信,报名参加 法界新闻,杨志冲,台中采访报道 小野志冲俊,人生专tur,带准备